金山黄港路站牌就在金山青年活动中心旁 等车的游客或是当地的居民很多 尤其北海岸地区风大雨多 里长就经常见到长辈们等车的时候 风吹雨淋很不舍 就希望可以坐后车停 而5号当天六委黄国昌服务处就发起会刊 僵尸坐后车停让游客等车更加舒适 金山区黄港路站牌就在金山青年活动中心旁边 公车1815路线是金山往台北的重要路线 因此不仅是有相当多的游客 当地的居民也多仰赖这条路线去台北或是到市区 因为没有后车停 当地的居民与游客都是直接站在路边等车 而金山地区风大雨多 里长也期待黄港路这个众多游客与居民使用的站牌 能够增设后车停 要让民众免受风吹雨淋之苦 我们黄港里面这公车站牌双向南北 都没有一个后车停 一些我们这些乡亲市团在这里担公车 刚才丹尾天风雨更大 经常在这里日赛雨淋 丹尾天雨山又走不掉 东北纸风当局的时候 我经常在这里过来都看到一些市团人 站在这里担公车 然后去拜托我们国产立委和郭主任 来替我们进出这个后车停 然后我都成立 让我们这些乡亲市团在这里担公车 我们北海岸整个气候关系 那所以包括居民也好 包括游客也好 都会受到风吹雨淋日赛 那因为黄港近年来 包括津青也好 或是像那个神明进港 等等活动非常多 那我们不希望说在这边 不管是地方居民也好 或甚至国外游客 变成一个校庭 连个后车停都没有 由立委黄国昌服务处发起会看 商讨黄港路站牌 是否有增设后车停的附地与空间 由交通局人员量测之后 预计将可以施作一个深1.8公尺 宽4公尺的后车空间 而站牌旁的博侃市农业局的土地 因此也要求农业局要拨用 作为后车停的建设使用 有关土地使用是农业局 那刚好这边这块空地又在站牌边 那农业局同意土地使用 那市座上就有那个交通局来做 那可能会排到下半年度啦 就是意计就是今年要把它完成 那我们也非常感谢许里长 一上任 很多事情都赶快快马加鞭的 一直在进行 那我觉得这些我们能配合的 我们都会尽量来配合里长 黄港路站牌周边宽度虽然足够 但是深度却是不足1.8公尺 因此会看过后也决议由交通局 向农业局申请站牌后的土地使用 再向台电公司申请后车厅拉设电力 而后车厅的工程也将于下半年度开始施工 要让聚集众多青年活动中心的游客 与泡汤汤客的黄港路站牌 变得更加的舒适与便捷 记得到平衡的精神